大家好,2023年对于骄傲自满的韩国来说,好消息实在是不多 不仅仅朝鲜的无人机飞到了首尔的上空,折腾了韩国好几个小时 韩国军方愣是打不下来,自己的飞机还给摔了一架 其实这件事情的伤害性不强,侮辱性却很大 而对于韩国来说,另一则消息恐怕则是侮辱性不强,而伤害性就很大了 那就是韩国立国根本的科技产业,正在面临各种挑战,甚至出现了暴跌和萎缩的情况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企业还在全新的科技赛道上,剑指韩国国宝级的企业三星 目前的结果已经在数据上呈现出来了,那就是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暴跌 特别是各种科技产品的出口,这些都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而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正在对韩国长期发展的科技竞争力构成严峻的挑战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骄傲的韩国,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目前究竟在面临着哪些严峻的挑战呢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2022年,韩国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约合13.7亿美元 较2021年的22.58亿美元大幅萎缩了40% 韩国媒体分析说,即便考虑到2021年有超额采购因素 但是2022年出口额度,尚无法达到2020年的水平,则是令人忧虑 韩国企业人士认为,由于疫情的封锁 有些情况下,从提供设备原型到性能的评估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放弃交付的情况 而此前业界曾经期待放开疫情管制之后,中国需求将迎来反弹 不过近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码 业内人士纷纷担忧贸易情况可能进一步的恶化 因为产线配套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设备引进困难,也就会冲击到韩国设备配套的需求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呢,那么我们只要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啊,所谓国产替代 所谓自主可控,我只要能够买到 只要能够这个差不多啊,这个能够满足要求的话 我能不用美国,不依赖于美国的 及美国相关的,甚至韩国的科技产品呢 我就不用,因为谁知道哪一天 哎,美国对吧,给你搞个黑名单 那我这工厂我还怎么生产,我还玩不玩了,对不对 我总要考虑长期稳定的发展 我总不能说现在买过来了,生产了几个月 过段时间又不能用了 那对我来说,岂不是风险很大呢 所以现在的中国呀,一直是在寻找大量韩国设备 来替代美国或是日本的设备 但随着出口法规的加强呢 情况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需求将不可避免的减少 也就是说,美国整个所谓啊 这个围堵法规的加强呢 导致韩国的设备呢 也成为了一个目标 韩国媒体认为 尽管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等厂商 曾经宣布要加大投资的力度 但是由于难以引进各种设备 实际的资本支出预计呢将会缩小 除了主要的出口市场需求不振 韩国半导体设备业还面临着内部需求下滑 国内半导体厂商也开始缩减设备的投资 那么整个的出路呢就受阻 如果未来美国施压韩国加入出口管制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副会长表示 国内设备厂商主要为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中国工厂供货 因此呢未来美国法规和这些厂商的行动将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韩国高科技产业除了在宏观数据上所呈现出来的挑战之外 在韩国标志性的科技产业发展上 也爆出了一个2万亿芯片巨大的巨头的大雷 在半导体产业低谷期 三星电子也挡不住利润的下滑 1月31号 三星电子的最新财报显示 2022年第四季度整体营收是70.5万亿韩元 同比下滑了8%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69% 从13.86万亿韩元下降至4.3万亿韩元 其中主营带芯片业务的事业群首当其冲 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从88300亿韩元 更是直降至2700亿韩元 下降的幅度高达97% 三星电子在财报当中指出 该事业群营收下降主要是由于短期之内 下游客户存储芯片还在消化库存阶段 而随着需求的下滑 存储芯片的价格也在进一步的下降 双重压力让三星电子等存储大厂是备受挑战 而芯片产品线占据着三星电子整体利润的半壁江山 这也影响了整年的营业利润 从营收来看 三星电子2022年营收高达302.23万亿韩元 同比增长了8.1% 创历史的最高 但是营业利润是43.37万亿韩元 同比则是下滑了15.99% 如果我们展望2023年的第一季度 情况实际并不乐观 三星电子预计工厂的利用率将会大幅的下滑 今年一季度的盈利或将下降四分之一 多位分析师向媒体表示 目前存储芯片的价格还在不断的下降 而高库存压力仍然存在 2023年的需求增长也是非常的微弱 预期最快也要到下半年才能够调整 整体才能够有望缓和或是回调 那么也有业者告诉记者 存储产业原本就是周期性的产业 低谷之后再回升 那么服务器基站等等领域有增长的机会 此外存储大厂也面临着各种亏损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存储芯片可以简单的分为闪存和内存 其中闪存主要有NetFlash以及NORFlash 内存主要是DRAM DRAM市场的三大原厂 它的霸主是三星SK海利斯和美光 而智库分析的数据显示 2022年的第三季度 全球DRAM厂商自有的品牌内存 这个营收排行当中 三者一共占据96%的市场份额 那么在闪存市场上 2022年的第三季度的NetFlash的厂商营收排行榜上 三星 凯霞 西部数据 海利斯 美光 五家市场的份额就超过了95% 不论闪存还是内存 从去年开始 全球存储厂商们都面临着价格骤降的寒分 产业本身的周期性属性叠加外部环境的因素 大厂的业绩都受到了冲击 除了三星电子之外 另一家韩国巨头海利斯也经历着业绩的下滑 2022年的10月份 海利斯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 其营业利润较2021年同期下滑了60% 根据分析师的预测 SK海利斯的财报预计在2023年的第四季度 亏损高达8120亿韩元 再看看美光2022年的9月30号 美光发布了2022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该季度的营收同比下滑约20%至66.4亿美元 为两年多以来的首次下滑 也低于此前美光所公布的一些预测 同时也低于市场预期的66.93亿美元的目标 那么我们看到 包括净利润是14.9亿美元 大幅下滑了45% 低于市场预期的13.76亿美元 同时美光还表示 所有客户都在削减订单 未来的存储芯片需求和公司经营 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困难 而且还宣布公司2023财年的资本开支 将削减30% 同时凯霞此前也发布的声明中说 位于日本的两座 这个NED的这个闪存工厂呢 从2022年的10月份 开始整个的生产量减少约30% 以应对市场的变化 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 不少存储厂商在下滑 乃至面临亏损的压力之下 正在采取一系列的减产 降低开支等等方式 要降低亏损 不过三星电子并未表示要减少投资 还透露出要扩大一部分的产能规划 三星电子在财报中表示 计划扩大产能储备 那么以满足服务器和PC 以及一系列内存生产的需求 同时要积极的响应 移动端新产品的需求 我们知道呢 三星电子之所以与众不同 那么这与三星电子的策略有关系 逆周期的投资是韩国厂商的策略之一 但是当前整个残酷的现实 还是价格不断的下探 从2020年开始呢 由于疫情和供应链的影响 存储市场掀起了涨价潮 2021年来到的景气高点 2022年更是急转直下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 多家的中专厂商就告诉媒体呢 PC等消费品产品 它的存储芯片价格下滑幅度很大 下跌趋势将持续到2023年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存储芯片的价格会不断的下跌 从需求须求端来看 服务器PC等等领域 对于存储芯片的渴求开始回落 加上不少企业进行了囤货 那么业内预计高库存将持续到 二季度才有机会缓和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库存缓和和半导体复苏的时间 可能会晚于预期 下半年供需平衡 仍需要综合的动态观察 另外我们看到 根据TradeForce集邦咨询的研究显示 由于消费需求疲软 存储器卖方库存压力的持续 仅仅三星在竞价策略之下的 库存降价的这种策略 为避免DRAM产品再度大幅的跌价 那么诸如美光等多家供应商 已经开始积极的减产 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的DRAM的价格跌幅 可能因此收敛至13%至18% 但是仍然看不见整个行业下行周期的终点 其实除了前面我们所介绍的这些悲观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一些全新的科技赛道上 韩国的产业界也面临着来自中国科技企业的强有力的竞争 这也是韩国科技产业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全新的挑战 就在2月9号 中国一家手机品牌发布了2023年首款新品 配备了一块来自于天马微电子的1.5K的OLED屏幕 如果再往前两天 另一家中国手机品牌的新品 同样搭载了天马1.5K OLED屏幕 我们知道天马、京东方、华星光电 这些越来越在一些次旗舰或是旗舰手机当中 我们看到的国产屏幕的品牌正在崛起 那么他们的技术实力也正在增强 在经历了智能手机行业激烈的竞争之后 国产屏幕也越来越有资本和技术进入更多的需要屏幕的市场 尤其是正在处于整体上升期的智能汽车 那么则是需要更多更大更好的屏幕 2月2号天马微电子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 宣布推出基于AM Mini LED技术的天马车载显示背光解决方案 在此之前 天马已经在大力的布局 Mini LED背光技术在车载屏幕上的应用 而且也实现了车载大客户的商业化应用 无独有偶 在去年的8月份 另一个国产面板巨头 京东方也宣布 作价2.3亿元收购合资企业成都京东方汽车有电子有限公司 40%的股权 并将其整合进整个旗下负责全球车载业务的京东方精电 那么几天之后 京东方又宣布与江淮汽车集团围绕着Mini LED等技术达成战略合作 车载屏幕的全面升级 俨然成了Mini LED 尤其是国产Mini LED的新的征途 目前国产的Mini LED屏幕开始集体的上车 在过去一年 消费电子领域发生过的惨状 已经众所周知了 以智能手机和PC为代表 终端消费需求和市场都在经历着严重的下滑 终端的危机也传导到了上游的厂商 尤其是手机和电脑的核心元器件 那就是芯片和屏幕面板 另一方面 新能源汽车还在继续的高歌猛进 更为重要的是 在电动化智能化这种发展趋势之下 对汽车的屏幕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 这些屏幕不仅需要满足汽车环境的特殊要求 像耐震防抖动等等 还在变得更多更大 那么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Omedia Research的研究数据显示 2022年车载的TFT LCD 它的营收超过了来自智能手机的LCD的营收 也成为了中小尺寸TFT LCD市场的最大部分 而与此同时呢 就如屏幕上的智能手机的这种发展趋势 越来越多的汽车智能化的深入发展 那么屏幕的重要性呢 也是得到越来越大的凸显 交互和显示都将成为一个重点 当然也离不开更好的屏幕 目前Mini LED的主要是应用在中大 这个中大型的这种屏幕领域 那苹果的iPad Pro 以及各家中高端电视都采用这样的技术 那么也是OLED屏幕的直接竞争对手 根据中国电子摄像行业协会 近日所发布的 Mini Micro LED显示产业白皮书当中的数据显示 车载Mini LED量产机型 将在2023年开始形成规模出货 成为Mini LED背光产品发展的第三集 而关于中国科技企业 在Mini LED领域的布局 崛起和竞争和机会呢 我们就观察到了 Mini LED第一次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 还要归功于两家全球科技巨头 苹果和华为 2021年 苹果公司所推出的12.9英寸的iPad Pro 首次采用了Mini LED的背光技术 嵌入了1万颗的Mini LED的灯珠 尺寸上比上一代的产品小了120倍 实现了1600尼特分值的亮度 那么100万比1这样的一个对比度 那么以及呢 P3广色域的这种惊人的效果 此后呢 苹果还将Mini LED背光 引入到了MacBook产品线 以及显示器产品线 同时华为也在当年推出了旗下 首款采用Mini LED背光技术的 鸿蒙V75苏普旗舰电视 那么这两家科技巨头 龙头企业型的消费电子 那么产品 所带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 Mini LED背光技术 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 大尺寸屏幕的旗舰产品上 根据Omedia Research 所统计的数据显示 2021年Mini LED背光电视的出货量 接近200万台 是2020年出货量的4倍 不过相比韩国厂商 尤其是以三星LG为代表的 早早的就在OLED技术上 取得绝对的领先 那么在国产面板厂商 始终很难在OLED赛道上 超越三星LG技术和市场的优势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两者相互比较 尽管三星仍然还是Mini LED电视的绝对 统治者贡献了310万台当中的200多万台 但是在技术上 包括中国的TCL 中国的京东方等等这些 国产的厂商 已经可以说是 部署给韩国的厂商 还具备了一系列明显的成本的优势 这也让人们看到了 中国国产屏幕 赶超韩国屏幕的机会 在年初呢 三星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也就是ITC 起诉了117家美国零部件批发企业 声称在一部分的在线销售的产品当中 发现了侵犯三星电子OLED 钻石像素专利的产品 这些产品大多数是来自华强北的OLED的维修品 那么背后呢 还是中国的OLED的厂商 那么实际上三星一直试图利用专利武器 来抑制中国OLED的产业发展 以保持中韩两国在LED技术上的差距 在1月31号的第四季度业绩电话会上 三星特别表示 OLED是三星公司首次成功量产并开拓的市场 通过数十年的投资 研究开发和量产 积累了很多的专利和经验 而最近呢 三星Display 三星显示 为了保护它的这种啊 这个差别化的技术 提高价值 那么在积极的向市场宣传 别人很难模仿的OLED技术的同时 正在多方面深入的研究 保护员工努力积累的知识产权的方法 三星还指出 今年将进一步扩大保护专利资产的法律措施 在可见的范围之内呢 只有miniLED在现阶段 即未来一段时间之内 能够与OLED相抗衡 那么MicroLED 也就是这种啊 所谓规机的OLED呢 更加适用于需要小尺寸的AR VR等等这些头显设备 但是头显设备的市场 依然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MicroLED被视为是主流屏幕 未来的最好选择 但是在量产的难度上面呢 是非常的高 这也就是一个现状 因此呢 各个啊 这个大厂呢 还都没有啊 所谓站出来 还没都还没有确定啊 这一个技术路线的未来 在理论上 miniLED的热潮 也是中国面板厂商 崛起的另一个好机会 是中国屏幕产业 商下游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机会 那么此外呢 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 也为国产的miniLED的反超 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一个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新的这种终端的市场 那么足以提供一次 产业链大规模洗牌 重新发展的机会 而这一次呢 也是国产面板厂商 多年来所积累下来的 科技实力的一次展示 那么这也是一次 真正的证明自己 科技实力的机会 我们希望呢 这样的机会 我们能够抓住 我们也希望 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们 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能够在全球科技舞台之上呢 取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客户 那么中国的科技企业的崛起呢 必须要通过市场化 要通过得到更多消费者的心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